立委在立法院裡面要刪減預算 要凍結預算 那是他們的職責 大家都可以這樣做 你就 你就 尤其誰下來做筆友就對了 誰下來叫行政部門說要凍結 行政院 行政院官員就來委員辦公室 說不要這樣 拜託的 怎樣怎樣 這一切是可以談的 但是現在如果談到 潛見的東西 今天吳思瓦講得很清楚 凍結的目的就是 來我辦公室談 誰敢跟你談 跟你說說你都給人家看 他那個提案裡頭有一個叫做 測試來源的項目 這項目到底來的要說 就是說你要怎麼測 然後那個來源 這就是現在馬文君 最被質疑的地方嗎 去找你講一講之後 然後你要跟誰說 你會不會國安部來報告完 潛見的小組來報告完之後說 我覺得這是必案 快點拿去韓國 拿去瑞典 拿去日本 拿去美國 拿去什麼人說 我告訴你裡面有什麼人來 現在在撥這個 我說馬文君你實在用台語說 你很敢 如果議員說你正敢 正敢 這個時代你又敢用這種的 結果馬文君撥之後 我告訴你 吳思維可能會不會叫他 因為吳思維的提案很少 KPI不夠 他不叫他 搞什麼鬼 四年前叫你去 都是要去處理國安部 你什麼 馬文君 家南藥商必要是國王的 人家搞得烘烘烈烈烈 對不對 祖國都很支持 沒有沒有沒有 吳思維要緊張 吳思維今天也調出來說 我們愛國就是要凍結 愛哪一國 愛國就是要凍結 沒有人這樣捕 還有另外一個叫廖元儒 廖元儒也拿一堆 廖元儒是部分區的 我告訴廖元儒是代表屏東 不要跟我說你是部分區的 屏東的鄉親 你如果回到廖元儒問 問說你有什麼要動 要動的很沒理由 那條錢什麼三億多 那是潛艦說要測試的費用 他說我們台灣如果沒經驗 你要測試什麼 就是沒經驗才要測試 如果有經驗 第一台 第二台做 要做第一百台 那都要測試 你現在把它動下來 結果不是影響二到八 影響的是第一艘 人家完成都不能完成 然後你說要凍結 然後我問你 一例外的庭緯 庭緯理會在這裡 要動一個要專案 他叫他專案報告 專案報告 國民黨的招委 現在是廖元儒 他們都沒辦法拜 那這個錢就一直丟的嘛 沒辦法拜就丟的 對不對 人家說 那案子太多啦 國安部動一個太多 專案報告太多 我恐怕這個會期 我的任內也排不完 你不就叫何志偉倒白 何志偉是民進黨 民進黨就要倒白 沒有人這樣撥的 而且這一集社會這麼關注的這些事情 然後你去撥這齣的 你的目的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好 馬文君你的KPI達到了 我知道這個禮拜天 你還叫一些心動的 要去幫你搗族 廟口要開港 你好好的表演給你的祖國廳 好好去表演 表演給你的祖國廳 但是你要記住 保利操盾 這個魚在這裡的佣金也會很認真 看說選你這個 去那十幾年了 都沒有在針出我們南島的關係 怕可以去撥的什麼國防預算 去那天凍結 害我們的潛艦無法成軍 馬文君你在這個歷史上都會留下來 有失法的你要加油 真的 當時你這麼大的期待 你體驗比馬文君還好 你這次紀錄叫去 不然你出沒幾天了 你讓手上差不多三個月人機而已 你也要繼續加油 要不然你就愧對祖國 對你的期待 我要先補充短講三個原因 第一個是說 國民黨的講法就是說 監督啊 立法院本來就是要監督啊 所以大家會著重說 那個原因到底合不合理嘛 對不對 好 那第二個原因是說 剛剛指責提到說 而且那個就提一個樣子啊 反正到最後是會過的 因為民進黨的人比較多啊 因為公督網的監督 我們一定要提100多萬 200多萬才能夠 我們就是立委 所以看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立委胡搞瞎搞嘛 你根本就是反正會過 我提好玩的 你有沒有認真在 在做提案這件事 第三個原因是說 馬文君大家對他的質疑說 他選在一個的確比較不利的時間點 加碼演出 這件事情難免讓人懷疑說 那所以你要跟誰交差 這個時間點對你很不利哦 可是你完全無視這個外界的觀感 我持續加碼 原因到底是什麼 這也難怪大家會懷疑說 你是不是為了達成誰要求的KPI 那那個誰到底是誰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說 吳思懷 吳思懷當初他到了立法院 當國民黨不分區的時候 他壓力大不大 大呀 整個社會都擔心 哇天啊 你吳思懷要進國防委員會 不可以 當時的國民黨 當時的吳思懷 對這個社會 可能無法接受這件事情 所以他第一屆的 他第一 一開始的時候是沒有進國防的 他還知道說 風頭上 避险 你馬文君 哇這個變本加厲 超越吳思懷的下一個接棒者 這樣合理嗎 另外一個 這個子剛剛講原因對不對 他刪除國防院的預算 剛剛這個宜翔提到國防院 你知道國防院有多重要嗎 國防院現在跟日本的 跟日本的智庫關係好得不得了 日本對於中國內部的這些訊息 他掌握到第一時間之後 他是整個資訊平台 嫁接到我們國防院 你刪除我們國防院 他在資訊的收集 然後學者軍方的演你 那個對方可能的 接下來的戰術這些 你要刪國防部的 國防院的預算 好還要 再來舉一個例子的原因 國民黨的廖宛如 他提了一個 我要刪除 這個陸軍業務費100萬 他為什麼要刪這100萬 因為你知道嗎 這個黃埔有沒有 黃埔明年要建校100週年 所以要擴大慶祝 那擴大慶祝 我就要求你陸軍 你要要求你國防部 要去邀請對岸的黃埔校友來台灣 跟台灣黃埔共唱 黃埔軍歌 對 中國的校友 對岸哪有校友 黃紫哲 這個理由你可以天啊 對岸有黃埔 而且當初黃埔在成立的時候 是1924年到現在100年了 請問你要請百歲人瑞 岳陽跑來這邊唱國 唱這個軍歌 這什麼鬼啦 這種提案 你覺得有品質嗎 沒關係啦 反正到最後這個預算 也是會過啦 因為民進黨人數比較多 所以你提這個是怎樣 讓我們大家笑的嗎 這個不合理嘛 也就是說國民黨委員 你要凍結要刪除 我覺得大家就是看理由 你不要在那邊 你不要在那邊胡扯瞎扯 牛頭不對馬嘴 我覺得這個讓人覺得疑笑大方 國民黨的素質 豈會如此低劣 對不對 看黃紫哲的水準 跟這些立法院的水準 對不對 沒有進立法院 可惜了有沒有 好啦 你要回應嗎 我可以簡短回應 短講 時期辛苦啦 這麼多案子找一個 你比較辛苦啦 找一個這個好像感覺有一點 好像有點不進合理 不過當然我還是要看全文才能評斷 那我舉個例子 過去民進黨的立委劉四方 他曾經在這個喬委會提一個什麼案子 他說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學校 那個表演的扯鈴 代表我們國家出去 這個不可以補助 因為這個扯鈴 是中國 是中國對岸文化 所以這個要凍結 我忘記是凍結要刪減 當時我也我有寫文章提出批評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那難道這一種案子就有水準嗎 當然後來那個案子也撤了 劉四方自己 他也是出來曾經等等 那我要講 事實上對呀 如果每一個案子都可以像時期 這麼理性說 對啊 你這個內容 我覺得有不進合理事務 那我同意 我沒有話說 但是我現在擔心的就 你們現在包裹是 這100多案 好多多 所以這個是什麼 有問題 是賣國 是要洩密等等 有問題 有問題